新竹市消防局在119消防节这天举办的捐热血活动 号召警易销以及眷属一起响应 18年来在119这天一共捐出了9200袋热血 换算息息数也有230万cc 以往的18年来后我们的一个捐血活动 那我们不办所谓的庆祝的餐会或是晚会 那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大爱化为捐血的一个活动 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捐献热血 那也在农历春节这个血库比较缺乏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那我们希望说说我们发动我们消防跟益销人员 来捐献大家的热血来提供血库这样的一个缺血量 那我们希望说说我们每一年这18年来 我们总共捐出9200袋的一个热血 那换算成cc数是230万cc 119消防节这天除了警易销的热情参与外 知名火锅店家也捐出了五折卷 捐出一袋血就兑换一张五折兑换卷 应该是在八年前就透过那个东元里的那个里长那边 然后知道说消防局这边每年的119都有这样的活动 那后面的话我们就是很踊跃很热心的是参与这件事情 我长期知道说有捐血这个活动 然后在新竹 那本身我们在新竹的话也开了蛮多家店 那我们是希望说借这个可以有捐血活动 然后又可以回馈社会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比较踊跃说对社会回馈的这个部分比较重视 然后也鼓励民众来做捐血活动 19号的捐血活动分别在新竹市消防局和关心公园两地 一共出动了四辆捐血车和西大捐血市的支援 希望能在春节前夕充实血液库存 春节前是我们比较缺血的一个时段 目前新竹军委中心的库存量 今天早上只剩5.5天 我们希望能够在春节前把安全的库存量 离生到8到10天 那这样子的话在血液的供应上 才不会让病人有无血可用的危机 由于这一两天的确诊个案 确实影响到多个企业团体临时停止捐血活动 目前新竹捐血中心库存约在5天左右 目标希望在春节前能有10天的库存量 以便因应农历春节期间的用血需求 凯波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